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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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前来的人靠律法建计 进前来的人没有一个完全的 为什么他不能完全 就像今天医生给那个病人开药房 他拿着药房把吃了 没完全 他有病了 医生啊 我有病了 有病了来 我给你开点药 你有什么病 检查检查 简单说上呼吸道感染 来我给你拿药 上药房去 拿药去 他看在上面 有这样消炎药 那样消炎药 看在里面上面有鸣 就把这药房就吃了 他吃的是什么 他吃的是药房 他没有到药房去拿药 对不对 现在这样傻人多不多 多得很的 他不到药房去拿药 你吃个药房能解决病吗 药房是一张纸 对不对 人上面写的字 他把药房拿来一吃 该呼吸道感染 还是呼吸道感染 没解决问题 对不对 因为他吃的是什么 假的 他没吃真药 对不对 你今天中午咱们今天不会再做成熟饭 做饭是里面要加水的 要经过加热的 对不对 经过闷的 假如给你这个直接给你大米吃 你除非你是小鸡 不然你就没办法吃 对不对 因为你没有小鸡那个功能 小鸡有那种消化的功能 你消化不了 小鸡就在吃沙子 吃个玻璃 渣子的 他也没问题 你要吃玻璃渣子就完了 你信不信 你要吃沙子的 你就完了 不是胆结石 就是肾结石 对不对 你没有那功能 牛吃的草你吃不了 你信不信 猪吃的食你也吃不了 那土鳩 那外面那个土鳩 什么臭的 什么有蛆的 什么腐蚀动物 他到那地方吃吃 没问题的 你吃有没有问题 你是人对不对 你吃就有问题了 这律法也是一样 就像没煮熟的一个米一样 你吃吃不了的 耶稣为什么说 我来要成全律法 成全就把它做成熟饭了 把律法变得一样 原来就自己变成熟人的 变成精益的 你才能够承受掉 不变成精益 你没办法承受掉 是不是 律法也得把它变一下 不变一下 你没办法吃 是不是 今天我都举个例子 咱们今天 就吃那个 生豆角 没煮熟的 生豆角 你能不能吃掉 生的 但是生厨要吃没事 你吃就有事了 对不对 是不是 这影子还赶不上那个 生豆角 生云豆 你都不能吃 吃完了有毒就中毒了 是不是 别的动物吃都没事 你吃就有事 苍蝇天天就在那 最肮脏的地方 就在那地方 就吃那些东西 它也没有病 但人吃了 有没有病啊 你看 律法即使将来美式的影子 不是那本物的真相 它不是真相 那真相是基督 对不对 你把真相丢了 你去抓那个律法 它是不能叫 进前来的人 得以完全 你进前来 它是屈服的 不能得以完全 我那边讲那个例子 一个傻小的 他爸 给他找个对象 最后呢 把照片拿给他看 傻小的 爸给你找一个对象 这是他的照片 你看 你看看 你喜不喜欢 你看看照片 喜不喜欢 喜不喜欢 好看不好看 好看 给你做媳妇要不要 要 就天天把这照片 穿兜里头 时不时拿出来看一看 时不时再拿出来看一看 有的时候晚上睡觉 都在被 在那被窝里搂着 楼这个什么 楼这个照片 他能跟你交流感情吗 他能跟你一起过日子吗 到结婚那天 他爸说 傻孩子快赶紧去 接你媳妇回来 好成亲 他爸上去给他一脚 你傻呀 你啊 那是他的照片 不 我都要这个 我都要这个 你说傻不傻 就说啥不要真的了 这说的就是那些 靠律法诚意的人 他刮入这律法的影子就不放了 耶稣来了 他把耶稣钉死 他也不要耶稣 要影子 要律法 有没有这样人 有没有这样人就不用讲了 是不是 就真有这样人 傻 傻到什么程度了 要影子不要尸体 你看看 现在这个整个教会中间 普世的教会中间 抓影子就比较多 抓尸体的没有 遥遥无几 你信不信 就是这样的 跟那傻小子一模一样的 比他强不多少 是不是 你抓这律法的影子 是不是就是傻呀 他这上面不是本物的真相 你进前来也不能叫你得以完全 他不能得以完全 对不对 律法就是将来美式的影子 不是他本物的真相 总不能这个每年常现一样的 叫那进前来的人 得以完全 是不是 他是不能完全的 既然不能完全 今天你靠着不能完全的 那你就不完全 你靠着完全的你就完全 你靠着能够叫你完全的 你就完全 你靠着不能叫你完全 你就不能完全 这是第一不能完全 第二是 软弱 容易 这你一点意书都没有 第七章 希伯来书第七章 咱先从十一节开始看 好的吗 第七章 第七章十一节 从前百姓在立位人 祭祀执以下收立法 倘若这执任 能得以完全 又何用另外星期为祭祀 找麦迪西德的等词 不找亚伦的等词呢 你看这句话 倘若这执任就能叫你完全 从前呢 百姓在立位人 祭祀执任下 以下收立法 在立位执任以下收立法 倘若 接着执任 能叫你完全 你何用另外星期为祭祀 找麦迪西德的等词 不找亚伦的等词呢 还有用吗 另外星期为祭祀 不找亚伦等词 有这个星期为祭祀有用吗 假如亚伦这个等词的祭祀 能叫你完全 还有另外给你星期一个吗 举例 举例啊 你家那个电视机 经常死机 假如你这电视机要不死机 还用另外买一个吗 就不需要了 他不死机 一开就找 一开 你这一开 光闪就死机 你说你是不是得换一个 说明前面就不行了 对不对 假如你的丈夫对你好 你还用离婚吗 你听明白这就忘吗 假如你的丈夫对你可好了 百般的呵护 可好了 对你可爱了 百般的呵护 百般有家 你还用离婚吗 那就没有必要了 因为你丈夫对你好啊 你又没必要离婚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假如你今天吃药 就一下就把病毒治好了 你还用另外换药吗 对不对 假如今天你咳嗽 咳嗽 你这么天天咳嗽 就是吃药 打针 打什么 我没事 是不是 通关 打这两个 不那么好 也没好 还照样咳嗽 咳嗽 还咳嗽 打了十多天没起诉 是不是 你就得换药了 假如你打完了就好了 还用没有换药了 不用了 你都打好了嘛 这个药就管用了 听不听明白 这个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啊 假如那个就能叫你完全 你看 你看是不是这么说的 从前百姓在立位人 祭祀职人以下收敌法 在 在哪一家 立位人 是不是 在立位不是犹大士 在立位 人 祭祀职人以下收敌法 他说 这些职人 得以完全 是不是刚才咱说不完全 他是影不能完全 对不对 为什么不完全 这立法下收敌 因为是在立法下收敌 这立法是将来没事影 这立法是影 那么那祭祀是不是影 他也是影啊 你看这个影 人都是个影 那个祭祀 还是个影 是不是影 是不是影啊 影是不是虚的 虚的 影不能完全 假如这个能完全的话 还用另外星期为祭祀 赵麦奇吉德的等次 不照亚伦的等次呢 就已经告诉了 好 再往下 往下看 第十八节 十八节 你看看 找到吗 先前的条例 因软弱无异 所以废交 立法原来一无所成 就引进更远的指望 看 就引进更远的指望 靠这指望 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 你靠哪个指望 基督这个指望 是不是 这上面说得很清楚的 十八节说 先前的条例 因软弱无异 刚才咱们提到的 我 立法因我肉体软弱 是不是啊 我肉体软弱 那立法也是软弱的 软弱的 对软弱的 我起个例子啊 你是个女的 你很弱不轻松的女的 长得很瘦小的一个女的 找个对象 胳膊 像他比这么粗 腿呢 比别人家的手脖还稀 你弱他也弱 完了你被欺负的时候 他在旁边看着 不敢上 我问你 你找这个对象 你弱他也弱 他能不能帮助你 他能不能保护你 他是不是你的丈夫 手无伏击之地 所以来吧 今天提点菜 提到楼上 从楼上 移植咕噜到楼下 因为他提不动 手无伏击之地 你说你找这个对象 干嘛 等生个孩子呢 这么高 一 一岁这么高 两岁这么高 三岁这么高 四岁五岁 十岁还这么高 不长了 就跟你俩 遗传了你俩的基因 又瘦又小的 什么也不能干 你的男的 什么也不能干 你不能干 他也不能干 如果你今天瘦脱 你找个男的 很强壮的 他帮你干 听听明白 这里面说 律法 先前的条例 因软弱无异 条例是不是软弱无异 律法是不是软弱无异的 这上面说 十八节是先前的条例 调是什么 第一是什么 调是十条见面 律是什么 律力检查 第十三 先前 先前的条例 因软弱无异 软弱不软 弱不弱 弱不弱 弱 无异 无异 先前的条例 因软弱无异 所以非交 是不是 条例 软 又软又弱 要跟你一点 益处都没有的 他就咒诱人呐 你看 你这丈夫 又不能干活 没事就骂你 又服气 手无服气之地 他谁他都欺负不了 也保护不了你 回来你 完了他还骂你 他还咒诱你 没事就骂你一顿 没事就打你一顿 你说你这张子 搞得你亏不亏的 亏不亏啊 这边说 软弱无异 前面说 肉体软弱 有所不能有 后面说 这个先前条例 也是软弱的 有所 这怎样呢 软弱无异 无异是什么 异是什么异 异是什么好处啊 没有异处 跟你一点异处都没有 这先前条例 跟你一点异处都没有 所以怎样啊 飞掉 这飞掉了 就是拿人了 拿人了 扔了 有人爬一爬去捡回来 再扔了 你又找一找 条例呢 条例拿去了 又去找去了 你说这人傻不傻 因为你无异的 算软弱不能救你的 现在 网易号上面 非律法的 现在很多人攻击 我是非律法的 这情况他看不看 不看 是不是从来都不看 先前的条例 因软弱无异 是我说的 是圣经说的 所以非教的 律法原来 一无所成啊 什么一无所成 什么叫一无所成啊 第十四点 律法原来一无所成 正因为一无所成 什么叫一无所成呢 一无所成是什么意思啊 就像你看你们丈人 长得又瘦小 你是一无是处的 长得又丑 跟吴大郎一样 跟吴大郎一样 吴大郎卖什么呢 卖吹饼 人熊那个货眼囊 是不是啊 吴大郎 怂保软单 是不是啊 被人欺负 什么也不能做 娶了个媳妇叫潘丁点 对不对啊 他自己都守住自己的媳妇 最后被西明镜给骗去了 你找对象就找一个 就挑挑挑挑来挑去 挑个吴大郎 你愿意不愿意啊 愿意不愿意 就这么高 那三春丁五树皮 是不是啊 就找那么一个对象 能不能帮你 不能帮你的 能不能保护你 不能保护你 这就是说 律法原来一无所成 就是一点没有所成的 他什么也做不成的 一无所成 就眼睛更美的直到 因为他的影子 他能成什么 只有对尸体才能成 他是一无所成的 所以 更美的指望引进来 咱们的指望是在基督身上 不在律法身上 对不对 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 靠这指望 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 你不靠这指望 能进到神面前吗 是不是啊 因为这里边就说着 什么也不是啊 一无是处 一无所成啊 他只能帮你往罪里圈 只能圈你在罪里 律法它是个移命 是不是个移命啊 咱们看第九章 西伯来书第九章 律法是一命 这九章十六节 什么叫一命呢 这个老年人呢 有几个儿子 一叔 对 对 这是一叔 接去律法的旁边 这就小了 这就小了 一二 凡留一命的 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 因为人死了 一命才有效力 若留一命的上载 那一命还有用处吗 律法是不是 律法是不是 是一命啊 谁留的一命 就是耶稣留的一命 是不是 律法是耶稣留的一命 一命就是什么 一命是什么 一叔 一叔 这家里的这个老人呢 快要死了 连死前呢 写了一封一书 他家一共五个儿子 他就把这一叔写了 他家里有田产 有房屋 还有银行 还有村款 所以他马上就死了 奄奄一息的时候 他就留下遗书了 是吧 我银行的款归给谁 我的田归给谁 我的房屋归给谁 我的家业归给谁 就是写的清清楚楚 都在遗书上写了 最后呢 就延弃了 他延弃了 马上才下地了 就放在地上了 放在地上 等了三天 不让你这眼睛 活过来 活过来 是不是 活过来从来 我怎么上在地上干什么 你为什么把我放地上了 你死了 哎呀你怎么又活了呢 这几个儿子就开始说 你怎么活了呢 你活了这一叔不白 说白血了吗 我们明明要得这个遗产呢 你今天活了 怎么办呢 你听听 这儿子孝顺不孝顺 不孝顺 听不听明白 犹太人就是这样子 是不是 不孝顺 你看 孝敬父母 在家孝敬父母 他也孝敬不了 他现在是看 一命 耶稣留个一命 就是什么呢 所以耶稣举个例子 他说这是承受产业 这是神的儿子 承受产业 我们把他杀了 他的产业就是我们的 是不是啊 耶稣举个例子 就是这个例子 所以这个老人没死 这五个儿子开始干起来 打起来 人脑都打出狗脑子了 打起来 为什么打呢 是为老人活的 还是为产业呢 为遗产是不是 打起来 呼吓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 老人起来 说你们干什么呢 没你的事 该死 你就死了 床上就行 你听 你听啊 老人都活了 他们打起来 为什么呢 他们绝对不是为老人打的 而是为遗产打的 你说你活着干什么 还不如死了呢 给一笑 跟着老头一笑 听不听明白 因为他没死成 这个遗产得死完了 就了 他才有效果 他死了 三天又活过来 是不是啊 没死成 把这遗产 就分开 合理不合理 合不合理 现在这个遗书 有没有用了 没有 在我们那个地方 就发生这么一件事 上医院的检查室 胃癌 晚期了 最后死了 死了 完了之后 抬到下面去了 遗书也写好了 也抬到下面 抬完的时候呢 活了 是一个神机 活了 活了完了 上医院检查 胃癌没了 人还呀 胃癌没了 这个遗书 有没有效益啊 没有了 拿火烧了嘛 以后再死 再说 再洗 现在的最起码 没有了 对不对 主耶稣基督 留的 遗命 耶稣留完遗命 时候呢 他就 死了 死了三天 活没活 活了 活了 活了人又去 往哪去了 又奔哪个地方去了 遗书 这个律法 就是遗书 那么 耶稣 若死了 那个活不来 那么你就去守律法 你就抓这个遗书 如果他活了 你再抓这个遗书 表明你是 不敬畏 是不是 因为你不要耶稣了 要什么呢 要遗书 要遗产 是不是 遗书里就写的是遗产 因此这里边就举个例子 说 那留遗命的上载 遗命还有效力吗 他就没有效力了 对不对 就是没有用的 因为留遗书的人 活过来了 主耶稣基督 今天已经从死里活过 所以律法有没有效力了 没有了 一点效力都没有了 是不是啊 这是一件事 他是遗书 第二 我们看 加勒太书第三章 加勒太书的第三章 咱们从第二十四节开始看 二十四节 这样 律法是我们驯蒙的师父 引我们到基督那里 使我们因性诚意 但这因性得救的理 既然来到 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手下了 律法是我们驯蒙的师父 引我们到基督面前 什么叫驯蒙啊 律法是不是你驯蒙的师父 驯是什么意思 蒙是什么意思 律法是不是你驯蒙的师父 刚才咱们查到律法是 遗书是遗命 这里面说 律法 是我们驯蒙的师父 请不吝望 另外说我们系统的师父是引我们到基督那里 从前有夫妻俩他就在那大型岸岭那地方住 东北那地方雪大 夫妻俩在住在那大型岸岭那森林里头 他俩在那里住的时候 完了大清早他刚刚结婚不久 大清早的外面下个喊喊喊喊喊的雪 他早上起床看到账户就没了 哎呀这下可坏了 我的账户怎么突然就没了呢 是不是就上外面叫这地方什么都有啊 老虎是不是啊 还有狼还有黑熊 是不是被这些动物给吃了 他就急急忙忙穿上衣服 下头下头就上外面到处找找找找找 你看隐隐约约有一趟脚印 这他就顺着这个脚印就往前走 走走走走走到墙有开阔的地方 你看那丈夫在那地方放风筝 他找到他丈夫 抱住他丈夫 他说终于找到你了 这脚印还有没有用呢 没有 他就就是那脚印找到了他的丈夫 你听明白吗 隐我们到其中拿来的 对不对 那脚印就是干什么的呢 隐你到你丈夫那里去 立马他这个手就像一个脚印一样 隐你到那地方 他踩那么一个虚拟的一个印 就这这个印 不是要找这个印 要找谁呢 是找印呢 是找基督呢 找基督 找基督 所以这句话就讲 立马是迅猛的时候 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去 使我们因信基督成义 不因信立马成义 立马不过是一个脚印嘛 对不对 当你把你丈夫找到了 那脚印就一点用都没有了 你要的是你丈夫 不是要那脚印 今天发生那脚印 不要丈夫的多不多 多的是啊 来逼迫耶稣的人多不多 多呀 不认耶稣 耶稣来了 他跟律法的脚印 不认耶稣基督 是不是中病毒了 人不中病毒 怎么能见到自己 抓住不齐了 要脚印 抓住脚印了 你听明白什么意思了吗 真的 如果你是真的是主见人而已 我这么一举例子就听明白 这是一个比喻 这是个举个例子 对不对 它是引我们到哪里去的 从前 有一个人上山里头 大山里头 大山里头 迷路了 就迷路了 他就走 不知道东南西越 就走走走 走 你看前面有一道河 这是夏天的河流 特别清澈的 他就沿着河流啊 就往下走 他哪也不走 就顺着河流走 这河流就是 有河流的地方 就有人群居住的地方 他就沿着这河流走走走走 走了大概那种三四天的时候 见到前面有个村落 他找到人家了 这河流是叫他走出大森林的 一个什么呢 一个导向的一个河流 对不对 是 把他从那个大森林里导出来了 不然他都不到东南西北了 这河流是干什么的呢 引他出森林的 是不是 他找到方向 就遛着河流走就行了 走到一定程度了 最后看到村落的 他有救了 对不对 如果他自己在森林里 他就没有救了 引我们到基督大 什么叫引呢 引是什么 引导 引领带领你 把你带到那个地方 他不是 就是律法人训盟的时候 这个训 就是教训你 盟是启弘老师 对不对 教训你 从打你 欺负你 把你欺负的疼痛不得了了 你就来到耶稣面前 就这个意思 律法是你 就是你打你的 苦待你的 对不对 就像这个丈夫是苦待你的 所以今天 你要想 你要想今天 微向基督 你必须得 你必须得 脱离一个丈夫 这丈夫从前是打你的 苦待你的 经常虐待你的 看 罗马书七章的第一节 罗马书七章的第一节 第十七 十七号 第十七 对不对 对不对 律法是普代理的章 第七章一节 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 是不是明白律法 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 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 就如女人有了丈夫 丈夫还活着就被丈夫就被律法约出 她的管人是苦代理的 是在干什么呢 约束你 苦代理的约束你的 捆绑你的 你看这个约束就这么说的 就如女人有了丈夫 账坏和活着就被丈夫约束 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 把这个律法当成是你的丈夫 什么丈夫苦代理 约束你的丈夫 捆锁你的丈夫 是不是 丈夫若死了 他就脱离了帐子的律法 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了 你在 这个丈夫手下 虽然苦代理 你不能脱离他 你今天 你不能两个丈夫都要 你只能要一个 你或是向律法死了 你或是是在律法下 你若不向律法死 你没办法归到赌面前去 对不对 现在 我现在不向律法死的人 在律法还活着 还一面侍奉耶稣 还一面侍奉律法的人 多不多 就有这样的人 一面侍奉律法 一面侍奉律法 这叫什么呢 啊 叫什么妇 叫淫妇 什么是淫妇 多个丈夫 可保证不是一个丈夫 是多个丈夫的叫什么 淫妇 就像耶稣基督说 撒玛利亚夫人 你有五个丈夫 是不是 你有五个丈夫 几个 五个 但这里的是 拿这个女人和律法之间的关系 丈夫之间的关系 就比 就比 你在律法下等于有一个丈夫 你在归到耶稣基督面前 你还没脱离律法 等于什么妇 淫妇 淫妇 淫妇是不正经的 对不对 淡妇淫妇 是不是这样 就把它当成一个淫妇来看待 我一下看 丈夫若死了 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 虽然归于别人 也不是淫妇 我的对兄们 这样说来 你们借在基督的身体 在律法上也是死了 死的目的是教授 你受洗不是单 还有一个简单的意义 就是你死了 你死了是脱离律法 脱离世界 脱离罪恶 脱离撒旦的权势 脱离肉体和邪情私 脱离黑暗的权势 脱离律法 是不是这样 那么我今天受洗归中基督 是不是脱离律法 是啊 脱离律法的目的 叫你归于别人 因为你不脱离律法 你没办法归于别人 对不对 就像约翰那个洗礼 和我们这个洗礼 不一样的地方 就约翰的洗礼 必须是先脱离律法 是表明脱离律法 受洗脱离律法 那叫什么洗呢 悔改的洗 约翰的洗礼 叫悔改的洗 我们可以看一段经文 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 约翰 约翰这个洗礼是悔改的洗礼 第四节 需要先悔改的洗礼 这个洗礼是悔改的洗礼 悔改的洗礼是先最得者 是不是先最得者 他脱离律法 表明像律法死悔改的洗礼 最得是最得者 对不对 我们不用洗礼 是先信接受基礼 使最得者 之后再接受洗礼 他是必须先接受洗礼 使最得者 才能回到基督面前 这个步骤 看不看清楚 在律法下的人 是必须先有悔改的洗 悔改的洗目的是 使最得者 好回到基督面前 我们现在外邦人 不是的 跟犹太人的洗礼 都不一样 我们现在是先重生得救了 后信 咱们先信 就可以领受所允许的圣灵 看 以无所书 知道的吗 以无所书第一章 以无所书第一章 我们不用信就行了 信就 是最得者的 他们是先接受悔改的洗礼 最得者 第一章的第十三节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 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这圣灵是我们得及业的志 只等到神之民被赎 神的产业被赎 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 这里边说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 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 听见真理的道 也信了基督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就重生得救了 对不对 这是外方人 那么犹太人 在律法下的人 他直接去信耶稣 不行的 不算他悔改 而是必须悔改的洗礼 然后是最得者 他们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 听没听明白 原因是因为他有明文律法 因为外方人没有明文律法 就直接去 所以外方人是犹太人的老师 犹太人是外方人的学生 上帝要教犹太人跟外方人学习 去效果外方人 对不对 谁要用外方人的舌头 和外方人的嘴唇 对着百姓说话 所以上帝就直接的 叫外方人听福音就这就 然后再接受洗礼 这个洗礼不是悔改的洗礼 这洗礼是什么洗礼呢 是最新灭绝的洗礼 是悔改后的洗礼 听没听明白 明白 所以外方人跟犹太人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一段经文 可以看 一 哥林多前书十四章 哥林多前书十四章 第二十一章 小朋友们 律法上记者 主说我要用外方人的舌头 和外方人的嘴唇 向这百姓说话 他说律法上 这是律法上记者 在律法上书上记者 所以外方人成为犹太人的老师 他要亲自来教训犹太人 用外方人的舌头和外方人的嘴唇 向这百姓说话 那最后你会没有发现 外方人 在使徒形犯的时候 外方人开始说起了犹太人的话 是不是 说起他们的相谈了 所以呢 外方人的舌头向百姓说话 所以 保罗责备彼得的时候 他说 你既是犹太人 不随从犹太人行事 随从外方人行事 怎么还勉强 外方人随从犹太人呢 那么行事是 外方人随从犹太人 还是犹太人随从外方人呢 犹太人随从犹太人 对 为什么 因为他有律法 我们没有律法 正好了 他们有律法 他们从律法里出来 这叫悔改的习 对不对 我们没有律法了 今天我们可以直接信耶稣 就可以重生得救 而且没有律法的外方人 不需要去 不需要去怎样呢 接受这个习 咱们不需要接受这个习 他们接受这个习 之后了 还得接受一个习 就是受洗 归入基督的死 我们直接就接受了习 就直接的 接受福音 直接就受习了 这个习是什么习呢 心知改观一心的习 对不对 心知改观一心的习 所以跟他的习是不一样的 好 咱再看 犹太人和外邦人 不一样的好多地方 是不是 神今天借助于外邦人 给犹太人讲福音 所以他就用犹太人的那个 相谈给他讲话 但是他就说犹太人话 但他们却听明白了 这说明 神也就救命 临到外邦人 就是叫他们洗洗 对不对 在死为行断第二章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所以犹太人 一听 不外邦人 也能说 犹太人的话 这真有神呢 神真拣选了他们 就是叫他们来信耶稣 但犹太人 现在有很多被你完更的 他还是不信 原因是因为 上帝没有预定拣选他 对不对 神要预定拣选他 那么他就能够 真正的 来到主面前 就能够真正的接受福音 好 再看 再看 加拉太书 加拉太书 先看第五章 第四节 找到吗 一 二 你们这要靠律法成义的 是与基督隔绝 从恩典中 对 你知道靠律法成义的 是与基督隔绝吗 所以这种东西 就像帕子一样 你必须把它揭去 因为不然的话 他跟基督是隔绝的 靠律法成义 是与基督隔绝的 由他出现 就是 就是 这个 加拉太乌 我 是 我 你 有点 我 我 你 从哪儿坠落的? 从恩典中坠落 从恩典中坠落 考虑法成语是基督割决从恩典中坠落 这为什么是基督割决呢? 考虑法成语 现在外邦人教会 外邦的教会中间 包括三字会常里的 他们都要靠什么成语? 他不认为耶稣说你们来 莫想我来要废掉人法和宪政 我来不是要废掉 那是要成全 就许多人就在这成全这个地方 就在这大圈了 因为他说 无论何人废掉这界面中最小的一条 他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小的 但无论何人要遵守这界面中最小的一条 他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大的 因此他拿着的话 你看 不是遵守吗? 真的啊 无论何人废掉这界面中最小的一条 他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小的 不是他在天国 他往哪指的? 往肉体上指的 无论何人废掉这界面中最小的一条 他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小的 但无论何人遵行了这界面中最小的一条 他在天国里要成为大的 他把那条话往肉体上应用 就想靠肉体去手里吧 要在天国里做大的 他想要肉体进天国 错没错? 是不是错呀? 他想要我肉体是 要做大的 要进天国 最后 耶稣 在要上司价钱的时候 约节的晚餐刚刚结束 门徒就开始争论了 天国里谁最大 就开始争起来 最后耶稣说什么? 世上有 君王治理他们 称作什么呢? 恩主来治理他们 是不是 管束他们 但你们却不是这样 你们中间为大的 将要做小的 做首领的 将要去像仆人一样 谁最大? 是坐下来进餐的 还是服侍人的? 当然是坐下来进餐的 但我在你们中间 却是服侍人的 对不对? 谁要做大的就是做小 天国的道理正是反着来的 你在地上想做大的 男人做大的 肉体做大 将来你这个人在下面就是小的 你在地上 我要做小的虚极 那么这个在天国里就要最大的 对不对? 他无认为怎么去成全律法 他把那成全律法那件事拿过来就乱用了 那成全律法怎么成全呢? 耶稣讲成全律法 这律法必须成全 因为 靠律法成立是以基督各界从恩典上归落 为什么写 罗马书 加勒太书 这都是外方的 写成 里边写 记得 不记载 律法隔离的问题 记载靠路神成全 和靠圣灵得胜去当靠圣灵的形式 那么外方人 受你受到影响 外方人受不受犹太人的影响? 受影响 他把保罗赶了 不要保罗了 再不接待保罗了 是不是? 第一次保罗去的时候差点把眼睛挖给他 但最后呢 他们离弃起出保罗所传的福音 又进入到恩典 靠律法 靠肉体成全了 所以保罗说 那些人 搅扰你的人 无论何人 被担当他们的什么? 罪 搅扰你们 他们待你们好 无非是要 叫你们接待他们 是不是啊? 无非是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 我讲的一个 截去这个帕子 就是律法的帕子 一定是截去的 对不对 一切拦阻人 自高自大的 都叫 帕子 你们再看啊 罗马书 第十章第一集 知道的吗? 对 弟兄们 我信人所愿的 向神所求的 是要以色列人得救 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 但不是按照真知识 因为不知道神的义 想要立自己的义 就不服神的义 律法的总结 就是基督 使凡信他的人 都得到义 对兄们 我现在所愿的就是盼望 所愿的就是愿望 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 那么以色列人得没有得救呢? 没有得救 所以为什么他有这样的心愿 叫以色列人得救呢? 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 但不是按照真知识 已经否定真知识 什么叫真知识呢? 因信成义 是不是真知识 是 那么靠律法成义 是不是真知识 这是假的 不是真知识 对不对? 所以上帝教外帮人的 用外帮人舌头 和外帮人的嘴唇 对他百姓说话 正不正确 正不正确 因为外帮人信的是正确的 他为什么信正确了 十章 九章三十节 九章比第三十节 知道的吗? 这样 我们可说什么呢? 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帮人 反得了义 就是因信而得的义 不追求就能得到 这义正好反的 是不是啊? 不追求 外帮人不追求义啊 不追求义 正好凝合了 不追求义 这叫什么? 有心、栽花、花不放 无义、中流、柳因等 不追求义的反得着义 追求义的没得着 你说气不气死了 不追求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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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群人一大早就起来 带了带好了干粮了 上山就放山去 放山就是挖山去了 它就叫放山 如果这家里头要是挖到一个山 一下就挖了八辆以上的 这家就这一年就行了 这就发大财了 七两为山八两为宝 他们要天天要上山挖山 天天就放山 去到处走 到处走 有一天 他们的外来户有一个小子 外来的 很穷的他家里 人家都欺负他 他外来户 外来户到这地方 最后落户了 也给他分钱 分就分了大山缸 从那上边去了 就给他分 你上了山缸上边去 就地下地下下面 就人都分了 就把他分到那山缸上面去 就他分了一块地 叫他在那中间 那都全是树木啊 全树坪的 就在那树坪里头 开一小块地 他就开始在 对于开一小块地的 无一中间 看到一个人生 在那洋湖的草中间 草都长得翻一翻的 从那 那草就这样翻的 特别 东北那草特别特别的 就从这中间 就出来 长得一 特特大一个花 什么花 人生花 挖出那个人生是一击二两 七两未神 八两只未宝 他一下挖出那个 一击二两 价值又成的 你看不到 他在那个地方 不被人看起 被人欺负他 他在外来 最后呢 就分给他那个破地 他就在那破地 就跑草的时候 就这个草 刨开的时候 没跑不出 一看见就一颗山 他就小心翼翼地用手 就扒一扒 扒了一上路 扒出来了 一斤二两的山 徐子都一个人也没掉 当时国家就买了他的山 你猜他这一个山卖多少钱 这是八十吗 这是八十吗 两万 两万 两百万 两百万 两千万 两千万 这就是一个人神 七两个山 八两都未宝了 他这是多少 一斤二两个山 是根本就遇不见的 卖了两千万 是不是啊 那些天天放生的人 没得着 是不是啊 那些天天在那个律法里追求 义的人没得着 为什么没得着 你猜 他为什么没得着呢 天天放生的人 天天上山就 一大早就出去 晚上回来 一天累的 连饿的回家 躺 连吃饭的都不像躺的 就累得像死猪一样 天天就追求 天天上山找 就把人家放在山上 人家一下就放 最后传出去了 这小子得到这个 这个人神 这个巨宝传出 把他们都亲 眼睛都亲来了 嘴都亲歪的 都后悔了 后悔是 哎呀 那帝当时 怎么就没给我呢 我当时 你想要那帝 怎么就没给我 怎么给他了呢 后不后悔 耶稣在圣经说 将来那些人要咬牙 后悔的 咬不咬牙 他为什么上次去找找找找 会找找义呢 追求追求 没追求找义呢 看 第三章 第二十一写 他为什么找不到义 他找到义是因为有原因的 有些人追求义法的义 没得着 他为什么得不着呢 最关键就是这个 你得看那里有没有这东西 对不对 他们找那地方 就是到处找到处找 那都没有 就这个地方有一颗 一像二样的身 被这傻小子给弄着 听没听明白 但当然他不傻了 他要傻了 不会保那身 对不对 这一下就罚了 是不是 看看 第二十一节 但如今 神的义在律法以外 已经显明出来 是不是 律法以外 已经显明出来 已经 是现在已经显明出 显明完了 在律法以外显明了 对不对 因为律法和先知为正 所以你把律法里找找找找 没找找 人就上那个大山顶上 找找找找 没找找 人家傻小上那个 那树林那个地方 就给他一块地 他能一找 没去故意 不是故意找的 找到了 故意找到 没找到 这就叫 没有 这就叫 没有八尺 难求一丈 对不对 是不是啊 有心灾花 花不放 无意中柳 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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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中八尖 同地唱那个词 是不是啊 有心灾花 花不放 无意中柳 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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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往就是无意中柳 有的时候我说 我是主 正好就不知道 神叔拿了那么一个苗 长出来 根本没有跟别人学过 对不对 有人问 王弟兄 你从哪学的呀 在哪学的 能讲圣经呢 我说问 哪也没学呀 是不是啊 如果我要是学的 我今天就讲神学了 就坏了 神不会开启我 你信不信 神解决保罗 还得把他那 从前的东西 知识全部废掉 神解决摩西 他在王宫里学了 那四十年的 那文化 都得废掉 对不对 照旷野中间放羊 把他的文化 都得废掉 因为谁要灭绝 智慧人的智慧 废弃聪明人的聪明 对不对 人的智慧 就是拦阻神的 救恩 对不对 人有智慧的 不是真知识 那些假知识 都是拦阻神的 所以这些 都得接决 最关键这句话 就是 但如今神在律法以外 显示出来 在律法以外显示 上哪找 律法以外找 上律法以外 上哪个具体的地方 这种 他这个 这个人生 肯定是找到个地方 在阳湖草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阳湖草 东北叫阳湖的 就长得七夕的那种草 像阳湖的两边 四年都分 那草特别特别忘了 这叫什么草呢 羊胡子草 就羊胡须那个 就像羊胡须四面分的 什么地方找 找没找到 找 那么神经义在律法以外 已经显示出来 得找个具体位置啊 哪 在律法以外 在律法以外 律法以外 得有个具体的地方吗 你要没有具体的地方 帝洪子门盲目的找 就找不到 在哪 找到吗 第一章十六节十七节 我不以福音为始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就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人 因为神的义 正在着福音上显明出来 这义是本于信 以至于神算是方法 本于信以至于信是方法 如经常所记 一人也一切 在福音上显明出来 你跑律法里找 你找不着 你得上哪找 就找到 福音上 福音是怎么 本于信 所以外方人 找恰恰的 砰的不找 外方人没去找 送上门来 犹太人出去上那里寻求 没找找 这就说这两伙人去找人神 找没找到 有一伙是千天的找 没找到 有一个人没找 找到了 听不听明白 在我们的地方 有这么一件事 有这么一件事 有一个小子 专门的给别人家耕地 挣钱 耕一亩地给他多钱 有一天呢 他去耕地了 他说你我那山坡有一个地 你给我耕一耕吧 给你点钱 他拿着梨 就上那山坡 然后这个 东北那山地特别多 咔咔咔 咔 那华子就憋在 那个一个大石头板的 憋在下 憋在下 他怎么也拿不起来 怎么也拿不起来 最后呢 他把这个牛套啊 就给松开了 松开之后呢 把这个梨就 拉出来 拉出一个 里面弄出黄 黄灯灯的 全是金元宝 这么一坛的金元宝 很大一个坛的 里面装的全是金元宝 他一看这金元宝 积极往下的心 蹦蹦蹦蹦蹦直跳 这地方怎么有金元宝啊 这个山坡地啊 他得怎么办 得想办法把这个弄出来 最后呢 他到这个 家里有地这家的 问他 你的山坡地卖不卖 他说那坡地卖什么 给你吧 不 我给你点钱 我要种 我要种树 他说那行吧 你给多少算算 给了他两百块钱 就把这地面 这是两百块钱的问题吗 这是一坛的 一缸金元宝啊 最后他爷爷 把这东西拔出来 装成 他家里有一个 一个拖拉机 装在拖拉机里头 连夜宝 家里房子都不要 这只有值钱呢 这叫什么呢 他无意中间就碰上了 这不是他去寻找的 找宝的人 有多少人 因为找宝死的 有没有 有没有挖坟的 找宝的 是掘坟墓的 找宝的 特别是南方人 到北方的 经常去掘坟地 就找宝的 多不多 死的也不少 对不对 但这个人 他就是 无意中间碰到 不是故意的 那么外方人 是无意中间碰上 神的意了 就不追求 就碰上 因为 这个意 不能去追求律法 追求律法 就尽到人的意里头 你自己的意 他就不服神的意了 对不对 听一听明白 一同的闭门 亲爱的救主 在天上阿爸 父感谢 谢谢你 恩待了我们 要这么 奥秘的道理 赐给了我们 使我们今天 因信耶稣基督 白白的诚意 截去了 一切的帕子 使我们 能够拦阻 我们认识神的 一切自告知识 都要出去 今天不出去帕子 就没有办法见神 因为今天 我们活在 肉体中间 也是帕子 我们活在 私欲中间 也是帕子 活在律法中间 也是帕子 活在的 撒旦的权下 也有拦 主人 认识神的帕子 求你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的智慧 不能成就 神的意 我们的愤怒 也不能成就 神的意 只有上帝的意 加力我们的 是真正的得到了 你从天上来的财报 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恩待我们 使我们能够听明白你的话 使我们今天能够 用东北话说 歪打正着的 一下就碰到了主 你的意 今天你把你的意 赐给我们 我们拿着你的意 就能胜过文师和法利赛人的意 我们用自己的意 就没办法胜于 文师和法利赛人的意 谢谢天父恩待我们 谢谢你 把你这么深奥的道理 赐给了我们 使我们今天 在你面前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得到天国的赐福 谢谢主耶稣基督 谢谢我在天上阿爸附生 按照你的旨意 带领这几天的聚会 把阿强的弟兄弟们 都交在你大脑的手中 求你 按照你自己的旨意 按时分量给你自己的教会 使你教会都在真道上同归 于一 听我的祷告 感谢奉主 耶稣基督的圣灵求的 阿们 好